中国108年全民国防教育寒假战斗营活动公开抽签记者会 政战局文宣新战处处长楼少将表示 今年寒假战斗营在不影响战训本物的原则下 办理14个营队 除国防科学基础科技10座研习营 由营队采字形招生外 其余13个营队录取学员 统一从网络报名人员中以电脑随机抽出 国防部强调 全民国防教育是一项持续性长期性的工作 需要国人共同支持及参与 期许民众未来踊跃参加国防部所举办暑期战斗营等精彩活动 除能缩短军民距离 增进交流互动 更能体认国军建军备战 即国民众未来